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瞬息 健波能量活水氣 生命資源、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Hello 大英良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好 袁醫生 我知道你最近頻繁去菲律賓那個棉藍島 去搜羅一些有自然醫療功效的食物和生果給我們 最近有什麼發現 我朋友們都聽到 原來我們有很多好的食物 例如菠蘿、芒果、山竹、榴槤 原來很多人都在菲律賓南部的棉藍島出產 他們的地域當然因為有些火山 所以他們的泥土比較肥沃 還有有魚 你經常看到很多大風都經過菲律賓 所以他們的地方是沒有什麼污染 還有可以在一個很天然的沒有污染的環境 在水分充足之下 陽光充足之下 就是一個很適宜於種植的地方 其實在很多國家下 我發現包括美國 美國的Dole Dole這個牌子的菠蘿 其實差不多可以說 他們的菠蘿魚大到 可以進入了健力士的世界大傳 那些紀錄很大很大的 在說的是幾萬庭的地方 整個大的美國企業 就是那邊種植的菠蘿 除了菠蘿之外 你會看到他們很多天然的東西 包括山竹、榴槤 都是那邊一種天然的土產 我有朋友知道我在那邊找 去搜集 他經常叫我去找一找 叫做Graviolla Graviolla 刺果蕾茲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題目 我們會說 刺果蕾茲的醫療功效 以及保健方面 可以怎樣使用 原來我這個朋友 有些朋友是有癌症的 他也在網上看到很多有關 Graviolla 對癌症治療的功效 傳聞 其實在很多藥廠 都在不同的穴帶、穴臨 搜集那些 土地、土人用的工具 Graviolla是其中一個 他也做過很多研究 發現果然 這個刺果蕾茲 對於癌症方面 有很大的療效 但問題就是 因為藥廠 通常都希望 將它成為一個專利的藥物 但很可惜 天然的工具 很多時候 未必可以讓你 將它變成一些 化學成分的藥物 所以很快便放棄了 亦有很多這方面的 有關資料 都被人收藏了 但也知道 其實 刺果蕾茲 的療效是很高的 好了 刺果蕾茲 亦都是叫做 Sour Shop 英文叫Sour Shop 好像酸的湯 如果你有機會 吃過刺果蕾茲 你可以看到 真的酸酸甜甜的 也挺酸的 所以名字叫做 Sour Shop 巴西也叫做 Brasilian Pau Pau 中文翻譯就是 巴西蕾茲 因為你看 那個外表 真的好像蕾茲 有些刺皮 但當然 比蕾茲大很多很多 差不多 整個木瓜那麼大的 那 我在香港 如果大家有時候 都有機會見得到 但不是常見的 我有幾次 我的朋友 都送了一個蕾茲 給我吃 但如果 我有時候 就擠幾日 我都很好 多謝他 擠在診所那裡 但幾日之後 要我吃的時候 通常已經過熟 已經開始爛了 所以 這個 這個 刺果蕾茲 應該在酵素方面 是很豐富的 那 這個是一種樹 一種 一種叫做 潑葉的長青樹裡面的 產的 那個花 和果的 那 原產地 通常 就在中美洲 和南美洲 甚至乎 加勒比海 都比較多 那 它的形狀 就好像 一個很大的 深型的 果 那 外面就是黃黃綠綠的 有一種大刺的 形狀的 皮 但肉 通常是比較白色的 白白透 就是奶白色的 那 那 刺果蕾茲 在營養方面 是含有很多 維他命和抗物鹽的 所以 在任何人的食物裡面 加進去都是一個 很有益的食物 那 它也有很多其他的成分 那 這些成分 都難翻譯 那 總之 它是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那 這些成分 也可以解釋到 它這方面的醫療效果 那 通常 它在研究發言 它是對有一種抗病毒 抗菌 和抗毛菌的功效 那 不同的部分 可以作出不同的功用 那 譬如它那個 那個樹皮 樹葉 和根部 可以成為一些 一種安神的 弱性的茶 那 就是一些震驚作用 和一些抗徑亂的 那 而那個樹皮 也都可以用來 治療 發燒 而那些葉 可以 敷在傷口裡 幫助傷口復原 那 但當然 我們有機會 接觸到多數都是 那個水果 和那些汁 那 原來 那個 次果 番禮芝的 那些肉 那些水果 是可以幫助我們 減 即是退燒的 那 亦都可以對付我們 土舍 和利疾 那 亦都可以殺蟲 和殺那些 其他那些 寄生蟲 那 如果是比較 青一點的 味熟的 那些 那個果 就可以用來 一種幫助消化的 那 大家可以看到 它那個味道 是酸酸甜甜的 還有 就很容易 是壞的 那 證明 它的酵素 是很強的 是 所以酵素強 你擠兩三天 它就差不多 負了 那酵素 亦都可以幫助我們 消化 那 它的種子 亦都是一種 抗 那個 寄生蟲 那 通常 亦都是傳統 用來對付那些 那些 頭室 或者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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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在亞馬遜 原產地 那 那些 樹皮 葉 和根 是用來治療 那些糖尿的 用來穩定 那個血糖 那 在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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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那裡 那些 那些 那些葉 通常 用來 幫助 脫痰 和 舒緩我們 那個 黏膜的 炎症 那 那就是很明顯 對那些傷風 感冒那方面 很有幫助 那 那也都 那些葉 茶葉 沖了之後 都可以作為一種 強心 強心臟的 補品 和 對肝那方面 那也都可以對付 烤痠 咳 和 那個 感冒這些 那 那 也都有些地方 是用來 對付 關節炎 風濕 那 也有些媽媽 吃了一些 這些 水果 是增加那個 母乳量的 那 在很多地方 你都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這些 Grabiola 這些補充劑 那 通常我們都會看到 一些粉妝的 是 粉妝的 這些粉妝通常 應該是在那些葉 那裏 製造出來的 那 對於這個 這個 那個 次果番麗子的研究 是在大概1994年 已經開始了 那 到70年 就做了很多很多 那包括美國的 國立癌症機構 是曾經就是 審查了 數以千計的植物 去找一些 有沒有對付 那個 癌症方面的功效 那 發現原來 次果番麗子 這種品種的植物 在這方面 療效是很好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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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葉的那些粉 通常傳統 就是對付那些 不同的疾病 那最近知道 它又可以 對付那些 細胞的分化 那 血液呢 亦都可以 被稱為 對付那些病毒 抗細菌 抗那個 寄生蟲 那 亦都可以幫助 那些人減低那些 焦慮 那 亦都可以幫助 血壓那方面 那 所以 在巴西 在這方面 是用了很久的 那它用來 對付那些 抗經亂 那方面的東西 那 所以你能看到 這個效果是很好的 很多功能 是啊 那 所以簡單來講 我們可以這樣講 通常是一種抗氧化 幫助舒緩痛症 和炎症 那 那 那些葉 通常 就用來外敷 是 舒緩關節炎 風濕 或者神經痛的 那些痛症 在癌症方面 那些大的葉 通常都是 作為一種 對付那個 情緒 和那個 癌症 那方面的問題 那 原來它發現 這些植物 是可以直接 殺到癌細胞 也都不會影響 健康的細胞 那 所以 很多時候 現在很多人 都懂得 買這個 那個 補充劑 作這種 功效 那 剛才所講 那 對於血壓 也有幫助 對於情緒低落的人 也有幫助 原來它裡面 那種 簡性的成分 可以抑制 我們的腦袋 吸取 血清素 那 這個也控制 我們的身體 愉快感 和 開不開心的感覺 所以 在這方面 它發現 可以 有這方面的功效 那 糖尿 那 發現它可以 減低我們的糖分 那 所以 對那個 異形 成人的糖尿 是非常之有幫助的 那 在消化方面 那 發燒方面 都很有 很大的效果 真的不說 不知道 原來 次果 番禮芝 是這麼有用的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繼續 自然療法與你 快樂 這是最多的收入 健康店 提供 二千多種 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 和飲品 環保家居 個人用品 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陆創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多 H E A L T H SHOP.COM.H K 欢迎回来原网台的 《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刺果番励脂 袁医生刚才你提到 原来刺果番励脂可以抗炎 帮助一些关节 抗炎、糖尿病、高血辣 还有什么呢? 除了陈姓所说一种抗炎的作用 和癌症 很多人在外面的坊间 用刺果番励脂 主要目的是处理癌症方面 因为在美国的国内癌症机构 其实在70年代 做很多很多这方面有关的研究 如果大家有机会 喝过这些番励脂 吃过或者喝过这些smoothie 通常做法都是 我们通常将它成为一个饮品 搅拌机这样搅拌它 可能会加一点点味道 令它更甜 或者加一些其他甜点的果汁 因为它本身有这么直吃 始终都比较酸 你吃了之后 你会感到一种清凉的感觉 所以在这方面 这种食物是可以有退消的作用 还有减低我们的血压 还有我们的心律不规则 原来都可以有帮助的 在免疫方面 除了可以对付癌的细胞 它也可以杀病毒、细菌和寄生虫 所以一般性的感染方面 也是很好用的 它们曾经用来做一些外敷 比如一些伤口 它们用一些叶来做外敷的作用 还有它们有时候将它硬碎了 租在床上帮助睡眠 当然你吃喝茶也可以 但是不然就这样铺叶在床上 都可以帮助你放松弛和睡眠 在呼吸系统方面 我们所说 它对黏膜方面 还有我们的呼吸度的发炎 可以有减低 亦是一种有安神镇定的作用 大家在市面上 如果有机会买得到 也不容易买的 通常都会买回来 当一种生果吃 一般的做法 都是将它成为搅拌机 搞到像smoothie 可能将来有点漂亮的餐馆 都可能有这些供应 但始终它的货 不是那么容易找得到 所以大家如果见到 都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去做 在用的方面 最多都是 如果找到叶子 你买一些大的叶子 通常用水洗净它 抹干净它之后 起码将叶子表面的尘埃 清洗掉它 通常用三块四块的叶子 比较清点暖点 因为这些含有 它是比较强的 用一些水来烤焗它 但也可以用水来煮一下 煮它半个小时 也很好用 接着人们就加一点蜜糖 加一点糖是更甜的 所以这一般人的认识 通常都觉得它是一个 在治疗癌症方面 但当然它的效果 是很多方面都有的 OK 袁医生 我听闻 这次的番离姿 好像对皮肤都很好 是呀 没错 其实很多人 就当它是一种 处理皮肤的问题 你知道了 现在最头痛的皮肤问题 也都最常见 就是哪一种 湿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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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看到 因为在 如果你在药性方面的感 中医的分析 你吃了之后 你会觉得有很多清凉感 在中医的立场 很多湿疹都是属于热性的疾病 所以对皮肤方面的湿疹 是很好用的 也有些人会用一些果汁或吃果肉 有一种利尿的作用 我刚才所说的 比如前列腺的问题 是吧 前列腺有些人是 会严重到成为一种癌症 也会防外排尿 这个山竹 这个蜂蜂 不单是在癌症方面有帮助 而且它是可以帮助你利料的 多谢袁医生 今天和我们简短的分享了 关于持果蜂蜂的资料 刚才提到 这个蜂蜂 在香港很难买到的 会不会将来在六创二健康店 也有得买 是的 我过去的认识 我们在资料上看到很多 通常我觉得很难买 我自己很少见到 就算买得到 也是很快换的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主要原因 很多店铺、水果店 都不会买入这些货 在我们健康店 过去一直有那种原仓 主要是一种叶 那里制造出来 迟一些我们都会进入冰鲜 因为今次在面兰道 我们找到很多 很高等级的水果 我也希望可以 让我们顾客客人用得到 将来有这些冰鲜的榴莲 冰鲜的蜂荔枝 这个其实用法很简单 你将它一种搅拌 作为一种饮品 都可以用得到的 大家留意一下 我们会尽量在 我们绿庄健康店 提供多一些这一类的高质素 我最近也在那边 认识了一间 叫做BioDynamic的农场 他们也制造生产很多这方面的食物 你知道BioDynamic是源自欧国的 是Rudolf Steiner那一套的农作的方法 其实它涉及的水准是高于一般我们认识的所谓有机的家众 因为它会照顾我们地球的污染的问题 而且在某个程度上 是我们的灵性方面 它也注射得到的 所以它的种植方面 考虑了很多很多方面的因素 它除了需要你的农场 就是绝对没有污染 它也需要很多野生的植物 和一些动物 是和你在农场上 可以产生一个共存的环境 所以这是一个很高质素的种植的方法 在欧洲就比较多些 澳洲也会有 我发现在绵兰岛 我认识了很多这方面的农夫 是采用这个方法的 我们在陆丧严 都开始有买到他们的那种米 BioDynamic的米 我有个朋友 他是一个无犯不欢的人 他喜欢吃 每天吃到饭 他吃过之后 他说这个米的味道 是真的一流的 它有一些黑米红米 所以他说黑色那个红色 是很好吃的 在陆创意 我们已经开始有得买的了 记住这是一种BioDynamic的米 就和一般的有机米 是那个层次还更加高的 多谢袁医生今天的分享 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如果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3W.SOURC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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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